哈喽大家好,欢迎大家今天又来到了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具 今天呢是一个关于这个模型的拆箱展示 这个模型呢大家应该都很知道并且很熟悉 这个是迪士尼冰雪奇缘里面的爱莎公主 也就是我们的冰雪皇后 然后这个呢是由Matteo公司生产出来的 然后它适合于三岁以上的小朋友 然后这个呢是我们的一个冰雪奇缘公主的一个造型 然后看起来呢是跟我们在动画片里面 动漫里面看的是很像的,很相似的 然后呢我自己也是看了一下冰雪奇缘 觉得冰雪奇缘里面的这个主人公呢 是非常的漂亮,非常的勇敢,也非常的智慧的一个小公主 然后呢就是我们的一个AZA,是爱莎公主 现在呢我们要拆箱 要把它拆开来 从我们的盒子里面把它拆开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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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就是我们拆好了之后的 爱莎公主 冰雪奇缘的皇后 然后这里可以看到 我们的公主呢是非常的细致 做的一些细节呢都是非常的好 然后没有多余的东西 或者是可以给它转过来之后呢 可以看到我们她穿着一个 蓝绿色的裙子 然后裙子上呢是套的一个 差不多透明的裙纱 然后感觉是很漂亮 然后裙纱的前面呢 也是印着这个雪花和星星的一个模子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没有穿鞋子的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的在套装里面配上的鞋子呢 给它穿上 是一个蓝色的 透明蓝色的一个鞋子 然后感觉呢是 也是从冰雪奇缘里面走出来的一样 然后使它在冬天的时候呢不那么冷 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 她的头发呢是绑了起来的 这里有一个细小的透明的一个皮筋 让她的头发呢是定了一个形 我们在拆箱之后呢也可以把它的这个皮筋剪掉 这样的话呢也可以让我们之后呢能够给她的头发呢做造型 然后头发上呢是有一个黄罐 然后黄罐呢也可以取下 然后我们把我们的奈莎公主转过来看一下呢 因为它在配 它的盒子里面呢是没有可以替换的一个服装 我们在这里呢可以把它的裙纱给它取下 然后在旁边呢可以看到这里是有那个透明的皮筋 把它的头发呢和我们的裙纱是绑在了一起 然后这里可以把它的裙纱取下 做一个替换 可以看出来的呢 它的胳膊上呢是按了很多这个雪花的一个模型 雪花的一个样子 然后头呢是可以转动的 胳膊呢也是可以转动的 然后我们试一下它的腿 腿呢也是可以转动的 都是可以活动的部分 然后裙子呢可以在后面的部分呢 通过这个粘黏的魔法贴给它取下 然后这样的刻画呢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巴比呢 也就是我们的爱莎公主呢是穿了一个类似于泳装 同时呢我们也在另外的一个视频里面呢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怎么样用裴露灯的粘土呢是给我们的爱莎公主做出一个裙子 这里呢也是同样给大家推荐这样的一个套装 可以给我们的爱莎公主呢做出非常多非常美好的样子的一个裙子 也可以在别的视频当中呢看我们的这个教学视频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爱莎公主一个猜箱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如果你喜欢的话呢也欢迎大家能够给我们点赞 在屏幕的右上方呢也不要忘了可以订阅我们的视频 我们也能希望能得到大家更多更好的意见与建议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那么我们